娇人每流下一滴眼泪 都会化成一颗颗价值连扯的娇猪 于是狠心的老爹在娇人出现时 直接掐住女儿的脖子逼他流泪 女儿怕得要死眼泪一滴一滴鬼梦 瞬间娇人也留下同情的眼泪 发作一颗红火看准机会 当即拿起漏斗便急忙跳入水底捞娇猪猪 危急时刻女儿机智地在父亲手上一口咬下去 暂时逃过一劫 只可惜父亲失足落水 手上的鲜血滴在水里引来海底的蠻兽鲨鱼 好在父亲还是奋力游回船头 嘴里还不停地喊着对不起女儿 要不是皇帝每年要那么多公主 他也不会拿女儿的性命换娇人的眼 可谁知巨大的海啸迎面扑来 五娇的船只被彻底推翻 下一秒海上全被鲨鱼包吻 情急之下父亲竟全力把女儿推上了 自己却再一次被漩涡卷入身 海事心急如焚跳入水中寻找父亲 却发现周围的鲨鱼越来越远 他闭上眼睛准备面对即将来临的危险 却奇迹般的苏心怀 阿爹 阿爹 却发现阿爹跟所有人都消失不见了 手上唯独剩下焦人印记和阿爹捞捕的焦猪 意外的是焦人再次救了女儿 他痛哭流地回家路上 却遇见了官兵在收珍珠 看到母亲被官兵抓捕 女孩双手将捞来的焦猪奉上 希望能就自己抹击 你爹呢 自己回来了 他们都被焦杀给吃了 哪只官差看到焦猪爱的事情 他想独吞焦猪却没有打算放过女孩跟村民 还声称焦税是陛下的旨意若焦不出 就卖了他们当女人 眼看着官兵把母亲抓走 海誓通下决心用锦刀刺向官兵 看到大人被刺海誓瞬间成了被抓对象 鹰跑的太极身上的焦猪洒落在地 下一秒就有个身影捡起地上的焦猪 女孩本以为是官兵 却没有想到是一个面具男子救了他 他叫方建明紧接着把焦猪还给女孩 你叫什么名字 你还是 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去读诛吗 你能保住我阿娘的命吗 还是知道方建明是保护他和阿娘的命 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 方建明告诉他 如果做女孩只会有一份安稳的生活 但做了男孩就会拥有一切夜海誓选逐步 他也因此成为了方建明的团 男人迫不及待地为女人摘下面纸 二人眼神交织一个震惊一个羞涩 那一刹那男人被子三的绝美浓颜深深震 而子三却羞涩地蒙上面纱 他与无伦次的自我介绍 虽然子三对大真的字还不熟悉 但他表示以后可以慢慢教 地序这个恋爱脑立刻幻想起了未来的甜蜜声 表明他非常忠义这位助免公主 迫不及待地想与子三结为怜 经过二人的相恋之路 最终友情人终成眷属 更防花竹叶新郎官第一句话 就是询问夫人是否需要吃点鸡 这一次他亲手为子三更花糕 男人还幻想如果子三能亲手摘下 十八祭司线之城的造势 那一定很难 这表明地序深深地爱着子三公子 然而一切都是那么业心 子三却因当年以王之乱去世 一转眼地序失去自己最心心念念的女儿后 变得更加疯 然而助免国得知子三去世后 又将他的妹妹送到何大侦头 看到提兰没有波兰再起砍 倒是贝子一样 因此在提兰进攻面胜时大发露 地序旁边摆放着几个凌卫 始终走不出的一步 现在又来个妹妹刺激她更是火上浇油 紧接着呵斥提兰带着投杀败剑是不如规矩 女子慌忙接去造杀 地序本想离开 却看到女子脖子上戴得跟姐姐一样的轮尾神怪 因地序忘不掉子三甚至不能提及她的任何声 地序情绪失控质问提兰 提兰委屈的回应这是母族吉祥之物自行天待 然后他下意识揭开提兰面纱 无料却发疯般地掐住提兰脖子 地序无法忍受这一切 并声称他只是个赢品女币把提兰推倒 滚 并呵斥提兰以后没有他的旨意不得出于安公办 紧接着一张与子三相似的画被缠到疾风 请他跪着仔细谈 方珠步履蹒跚地走上前 当他看到那个跟子三一门一样的 下一秒惊讶不已 当即表示归到天亮直到看清为止 心中悔意难比 这些年来这件追星刺骨 一直让他陷入痛苦 方珠始终悔奋当年以王之乱 如果没有被灭脸之粪盖入双鱼 若是没有提前发兵 作为连累子三身 他和地序过去还能有一个完整 只可惜能回头的路太少太少 方珠可以帮地序得到一切作用色 唯独不能还给他心爱的男子 对绝美的姐姐情根深重无法挽回 却唯独对长得一模一样的妹妹贝腾硬 没想到这一天提兰为地序送去桂花糕 却让地序再次想起 他跟姐姐的甜蜜事故 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 他心爱的子三已经一世 地序怒不可恶一脚掀翻提兰的桂花糕 并狠狠地掐住提兰的脖子 疯狂至极的地序告诉提兰 他最讨厌的就是甜食 幸好身边的奴婢纷纷求情地序这才放手 而后方海事帮师傅擦拭伤口 看着师傅遍体鳞伤他痛心疾首 他不顾一切想杀了地序这个工具 下一秒就拿着季风管的令牌出门 方珠醒来后得知方海事已经离开了 到了 还是进宫了 于是急匆匆赶去大殿 只不过到了大殿 只有地序一人却不见方海事宗了 没想到地序反而叫来提兰 紧接着刺激方珠看看真人跟画像笔物 地序心痛如脚 若不是方珠当年因为私心 使皇后遭受不息 所以当她看到提兰和皇后长得一样时 她对这个发小分之入 不如 朕把它赏给你 陛下 方珠坚称自己有血世在先此生绝不取切 而躲在屋顶的方海事一动了一下被地序查局 滚出来 方海事当即一个飞升过去直逼地序要杀了他 关键时刻方珠将他拦下 并压着他跪下给地序行命 提兰看到方海事特别惊讶 因方海事女扮男装 所以被地序认为方海事和提兰思许终身 地序一眼就认出方海事 他就是那日在千军万马中救下提兰的英雄 小小年纪就如此雄资英发 难怪提兰对他颇具上识 但提兰清白之身 岂容他这样污蔑 地序竟然对他厌恶至极 拿起头三就想结束自己 但却被地序救了下来 地序告诉方海事若想杀自己还差掉以后 所以让他回去继续在师父那里学 地序没有追究他今天试图刺杀他的事情 反而赐给他一匹马和一把枪 走出大殿的方珠严厉指责方海事生性质用 早就看出他对地序没有臣服之心 但没想到他竟然敢刺杀地序 他决定将他逐出疾风馆 否则有朝一日要杀了他 地序是他的挚友 也是他忠于一生的主 方珠终究还是下不去手愤怒的离开 而方海事却跪在雨地里求师父原来 随后陛下旨意就到了疾风馆 地序爱才对方海事也是分外珍惜 这才让他逃过一几 一个不受皇上喜爱的绝美女子 为追求皇上的准备 竟故意给自己冲了冷水 却导致感染风寒 但是皇帝并没有关心他 反而对他的病痛幸灾乐乎 并嘲讽提兰若当真是十亿 那可不是小事最好出功必义 他昨日令汤钱字前往皇权关赋人 今日你便突然高热 这要不是十亿那便是皇帝他的旨意导致的 婢女解释殊荣妃的喘证乃是 就极有感染风寒 这才病来如山倒 只需静养数日便好 没想到却引来皇上怒火要送他去内狱 就在这危机时刻 提兰意识到皇上想知道他的秘密 臣妾和汤大人确实是旧事 但绝没有私情 自己与他说话从来都是人钱 没有丝毫于举 请皇上不要迁怒于汤大人 若是皇上怀疑他愿自省去内狱 内狱必会帮他自证清白 原来是帝旭无意间听提兰的奴婢 议论提兰和汤钱自幼相识的事情 说来这皇帝也真是奇怪 你不是厌恶人家公主吗 怎么一个旧相识你都吃醋半天 帝旭立马令目得清宣旨 让汤钱自明天就前往皇权关赴任 随后旨意就到了玉安宫 并特允许提兰出宫送行 原本提兰没有多想 但在奴婢的一番提醒下 他意识到依照大争的规矩 自己应该避嫌 为此提兰故意让自己感冒避免去送行 在此期间这刘宇秀娘在河边清洗造沙 突然一阵急风吹过 愣是将造沙刮飞 恰巧被方卓英使道 等这刘与秀娘寻来 那方造沙一整齐叠好摆在石桌上 这让他很是惊讶 于是亲手制作这刘花饼用来供奉 风审大人 那之后方卓英经常去林景思的房顶偷看着 品味着他做的糕点 然后的一天方卓英拉着方海誓前往林景思拿自己的官袍 说来这方卓英也是奇怪 是吃了人家美女的糕点心虚 还是对人家一见钟情 到了门口方卓英就声称肚子疼要上厕所躲起来 方海誓走进林景思 看到筐子里这刘绣好的荷包很别致 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紧接着拿来官袍的方海誓 便不停地在方卓英面前夸赞这刘姑娘的努力 然而方卓英居然吃错了 回到疾风馆的方卓英手里捧着这刘绣的官袍整日傻笑 而回房后方海誓就点起灯开始学习次序 一大早他拿着自己绣的荷包羞涩地递给师傅 然后飞快地跑开了 很明显这师兄妹二人都情斗出看 要人每留下一滴眼泪 都会化成一颗颗价值连城的胶珠 在科举的测问中 方海誓写了一篇关于胶珠的论所 那里的胶人居住在水中的胶屋 眼泪能化成猪有胶杀守顾着他们 闻到血腥就会疯狂 然而每年采猪的数量都不足以上功 只能用绳索记住小孩坠海引胶人扶上 随即扼杀小孩 胶人秉性慈柔每留下一滴眼泪 剑风则凝成猪 夜空中这些猪光异 可惜他的父亲却死于胶杀之口 朱铭看了方海誓的侧问后大骂他妖言惑重 或许并非他一人之意 唯独地区觉得他纹丝敏捷字字珠奇 陛下清点 方海誓 然而第二天考试场地却是在湖水上 方海誓因心境状元却被暗散掉入湖中 方珠在台上看到方海誓落水的瞬间 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救人 封锁整个双瓶湖和科举会馆 今日参加奠选所有人全部撤场 他在湖边将重毒昏迷的方海誓带回季风馆 然而管一却还未到 情急之下方珠脱去海誓衣衫亲口帮他吸出了毒素 这一幕恰巧被居典一目的 直到那一夜居典一心情低落坐在院子 这留给他披上披风 而居典一则回忆起父亲的救世 原来当年他的父亲与方珠的父亲定下他们的婚约 却被方珠当场拒绝 他表明他们只是世交没有爱情 岁月如梭多年过去 居典一已不再年轻 心里依然挂念着那个少年 什么时候能把他娶进门 而方珠却在照顾方海誓 方海誓醒来看到师父方珠 两人的目光交汇 他想到了落水的瞬间 想到那可能是最后一面见到的 但他见到的却是师父 原来方珠竟是他所爱之人 这份感情让他无怨无悔 不再留有任何遗憾 当梳妆打扮好的绝美少女准备事情 自己来吧 提兰上前便为变态皇帝宽带几衣 可皇帝却不让他碰 反而质问他是否懂得宫中规矩 提兰但笑情奇书画奉善与慈父他无疑不警 却仍未得到变态皇子的赏识 这碰都不想碰你 提兰故意挑衅帝宽 若陛下只喜欢子三阿姐 那自己也可以扮作子三阿姐来取悦他 这下算是彻底将帝宽积梦 立即下旨将提兰打入南宫 原来提兰非常忧心小方大人的病情 为此他派人探查方海誓的消息 不巧被变态皇帝撞见 当即猜测提兰对方海誓搬进昭明宫有想法 提兰解释方海誓救过他的幸运 只是出于有人之意辽作关怀 但变态皇帝却误认为提兰爱慕心 当即让提兰前来事情 却又把人家贬到南宫 南宫冷清无人阴森可怕 可提兰却很缺享受这份宁静 他不再续惊慌 也终于不再续忍受地序的怒 然而这变态皇帝却也没打算放过他 竟然不知不觉地来到南宫 目睹提兰悠然自得地谈情 却又想找茬当即提醒他 在南宫市禁思几国不是来消遣 看到提兰在克龙尾神 提兰解释此举只为祈福雀影的地序极度不 你人在这真宫之中 自有镇来保护你的平安 那你克这个是护佑谁的平安 提兰却回复不为任何人只为忽悠自己 变态皇帝又开始比较子专 跟他完全不一样 他总是想着要守护身边的人 还曾经为了即将出征的战士雕刻百息 他直言你不是要忽悠兵士吗 那就为新征的三万新兵一人 雕一个龙尾神吧 并告诉他那日他说想学子专阿姐 但是他的子专已经走了 他永远都不可能高兴 木德庆向地序汇报提兰为了客户身符手伤流血 但地序却有些不耐烦没有 正有没有废除他 按规矩办 然而他突然来医官院翻看最近的一案 其实就是想了解提兰的伤势 尽管他心里很想关心 但嘴硬不肯承认 李玉依当即汇报提兰的手很不好 手要不成事 因为坚持雕刻手得不到休息只会越来越早 其实地序的心里还是关心提兰的 他迅速来到南宫 发现提兰的手心疼不已 但表面上又表现得很无情 他欲关心提兰的手法而被提兰刺伤 这又惹怒了皇帝 说来这提兰也是奇怪 平时不想见到这变态皇帝总是想着激怒他 但在有求于他时却表现得非常乖巧 当即表示他有一物要送给帝序 帝序接下了龙尾神符 提兰告诉他出道大征时对帝序心怀怨恶 是因为他对自己百般刁难 但现在觉得帝序过得也很难 命运夺走帝序最心心念念的姐姐 故此赠送这枚护身符 所以这枚龙尾神吊坠跟帝序的那一枚做个板 希望帝序不要过得那么快 自此之后提兰终于再次回到玉安宫 方海誓去如一方满玉器 碰巧被官家小姐认了出来 快快快看 他就是和我兄长一同参加此次科举的方海誓 瞬间被他们团团围住 幸亏他机智逃跑 为了避免再次被认出 下一秒他变成一个绝美的女子出现在街头 本来他今天是应皇帝制造进宫树植的 但因属下报错时辰导致他还在街头转悠 时间紧迫方建明急忙安排众人找寻 在街头方卓英找到穿着女装吃冰糖葫芦的方海誓 可方海誓得知时间来不及干脆就不去面上 于是两人便在酒馆里喝酒消遣 当方建明找到他们时 恰巧听到方海誓在背后吐槽他 他直言一直想亲近师父 可到最后只能远远地看着他敬重他 好巧不巧被师父听到 出门时方卓英不小心把方海誓买的东西掉在地上 这正好就是送你的 里面是个玉挂件 你不要还给我 看到这一幕的方建明又是醋意大发 我在这儿你们会不会觉得很拘手 方卓英看着师父很尴尬 急忙解围问海誓送师父的礼物呢 但方海誓却没有买 他解释街上的东西太粗糙师父用不惯 方卓英借花献佛把方海誓送他的玉佩 帮忙给师父奉上 方建明愤愤离去 然而这变态皇帝却想给方建明乱点鸳鸯 他们在回朝的路上遇到居点衣 居点衣将赶制的衣裳递给皇帝 皇帝在一旁一个劲夸赞居点衣的手艺好 站在一边的方建明却无动于衷 原来这绣品绣的是木棉花 按照方建明家乡的婚俗 心腹陪嫁的妆帘里会放亲自绣的木棉花枕套 意味着居点衣在提醒陛下或许在提醒方建明 这都定下的婚事了七七都等老了 你们都无动于衷吗 方海士则去了林景四粮官袍的尺寸 却遇到宫里的师叔叔 他兴奋地告诉他方建明和居家的喜事即将到来 这喜事原本是老公爷一手缔造的 方建明与居点衣从小一起长大 要不是之前耽搁这婚事早八百年前就办了 方海士顿时眼睛通红眼泪憋着没掉下来 急忙脱身跑了出去 雷雨交加的夜晚 心痛的方海士还在外头淋雨 意外的是方建明竟然冒着雨为他撑伞 他心疼地为方海士擦干雨水并提醒他要珍惜身体 方海士却反驳师父说话这么老成才大他几岁 他觉得小的时候大几岁都算大 但现在他长大了年龄就不那么明显了 方建明端来江汤让他快点喝下 方海士却难过地表示是他跟卓音耽误了师父多年 若不是照顾他们师父应该早就成亲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两人还是谁也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 喝醉之后究竟有多可怕 而如今喝多的地蓄亮呛地来到双平湖 静挫将提兰当作自然 深情拥入怀中亲吻 提兰慌忙推开地蓄 连忙伸手去拉却也被地蓄一起拉下水 两人双双跌入湖中 这一刻地蓄将过往的记忆完全勾勒出来 落水后地蓄的心中满是姐姐子三的身影 而奋不顾身就他上岸的却是妹妹提兰 可地蓄在昏迷中抓着提兰的手却一直喊着子三的名字 这无疑不是在提兰心口上撒盐 他原本对地蓄心生怨恨 但此刻他感到地蓄过得也并不容易 命运夺走他最心爱的女人 导致他因思念过度而性情大变 而如今他不再怨恨 对他只有更多的爱来抚平他的伤痕 于是心疼的帮他暖手照亮 地蓄也整夜未松开他的手 直到第二天地蓄醒来 意外的看到在床榻旁照顾自己一夜的提兰 心中涌上一股暖流 他询问提兰为何在此 提兰随即讲述昨日两人落水之事 蓄突然一改昨日暴躁 不仅夸赞他救了自己 还表示要赏他想要什么都可以提 提兰却只是希望能平平安安的待在玉安宫 眼下最要紧的是来给陛下请平安麦 陛下枪水容易着凉千万别生病才好 地蓄看到提兰仍穿着湿漉漉的昨日衣裳 心生怜惜 显然那官没有找干衣裳给他换 提兰却说不怪那官本想陛下睡安稳的再去更衣 没想到自己却先睡着了 那一刻地蓄突然对这个女人产生一种特殊的情感 并告诉他回去熬几腹药这两天 不要出门好好僵养两天 并把他最喜欢的兔子也送回玉安宫 提兰的脸上终于出现久违的笑容 自此二人的关系终于得到缓痕 殿太皇帝心血来潮主动在妃子宫里过夜 然而那一晚他并没有与提兰行负气之事 原来在此前提兰在落水救起帝序的那一刻 帝序皇帝对他的态度改观了 这种感觉强烈的让他连吃饭都不像 随即想出去透口气 没想到却在花园里看到提兰在给逼宁们毒化本子 这本子是讲一个娇小姐女扮男装去学堂读书 男孩却发现女孩耳朵上有戴过耳环的缓痕 追问他你既不是女儿身为何耳上有缓痕 女子随即回答耳上缓痕有原因 胸台何故起一云 村里仇神多妙会 年年有我 但观音怎可不思虔诚思差群 逼女们听得激动 焦急地等着接下来的回答 她说从此我不敢看观音 陛下 没想到帝序看过这话本子更是来了兴臣 紧接着让提兰继续老吟 没想到穆德庆却想成全主 称叶峰寒良建议他去玉安宫 帝序接受他的建议 没想到听着那话本子却睡着了 梦中却飘到过去曾答应方朱不到最后一刻 绝不杀苏宁的画面 提兰看到皇帝已经睡着想要唤醒他 却不慎让他受到了惊吓 他出乎意料地将提兰扑倒在床 陛下 臣妾是提兰 提兰很是害怕慌忙解释 帝序这才松开他 随即让提兰接着独职到自己睡着 那一晚恐怕是子散离开后 皇帝睡得最安稳的一晚 次日穆德庆来玉安宫叫帝序起身 臣妾给陛下更衣 提兰紧张地为他整理一带 两人四目相对 新潮汹涌蠢蠢欲动 在回宫的路上帝序却在唠叨太晚 下回不可偷懒睡在玉安宫 就这样提兰用一本画本 打动了皇帝的心 所以各位姐姐妹妹想要留住男人的心 只需要找到那个能触动他心灵的瞬间 比如画本 女人手指轻轻一动就察觉到这送亲礼物中的蹊跷 下一秒他的目光锁定在那枚班纸上 师傅 你难道来皇权营了 心怀疑惑他决定深入追查 结果发现这些都是夏元节必备的物品 这下他恍然大悟 看来师傅是打算在夏元节出手救他 原来就在此前方建明收到方海誓被幼王接走的消息 急忙赶往皇权关 和大家筹谋对策 派人紧急前往南滋城 听说幼王刚耐心扉 特意送来礼物庆贺 确认没有加带任何有用的线索 只不过是一些庆贺之物 随后他命人将这些礼物送去给方海誓 幼王来找方海誓询问何时举行婚礼 方海誓得知师傅要来救他 故作友好的回答 幼王奇怪方海誓之前三番五次以性命威胁拒绝顺从他 为何现在大争的使者一来他便果断答应 方海誓却表示实施物者为俊杰 若幼王若真的能打败方建明 拿下皇权关那么他就会成为草原的王后 然而如今他已经无法回头 我愿作为幼王的达瓦娜 祝你踏平皇权关 不过在这之前 最终幼王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 于是方海誓将计就计将婚礼定在夏元节 并在夏元节来到关押战俘的地方 公开宣布幼仆敦王今晚要册封他为达瓦娜 他让侍女们把这些食物分给战俘 就当为他和王庆祝 届时城主府外将有烟花绽放 那将是他嫁给王的时候 其实方海誓这是在传递消息 只等着师傅的到来 而幼王则蒙在鼓里 属下听说幼王准许方海誓去分发食物 随即提醒幼王别让方海誓和敌军联手 幼王却愿赌一把 方海誓会帮他成为草原的王 可是下一刻就收到震惊的消息 方海誓竟然是方建民的情人 更是方建民在兰兹城的内衣 愤怒和失望交加 幼王立即下令捉拿方海誓 然而此时方海誓已经换上男装正准备逃跑 幼王愤怒地指责方海誓与方建民勾结背叛他 就在这个危机关头烟花突然在天空中绽放 方海誓立刻意识到这是师父来救自己的信号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跳窗而逃 正好落在底下等待着的方建民的马上 方建民 追 方建民骑马带着方海誓穿行在草原上 天空中烟花依旧绽放着绚丽的色彩 方海誓得知师父没有澄清内心非常激动 靠在师父肩上并紧紧地抱着师父 然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危险正悄然逼近 方建民好不容易救出将要封为王妃的方海誓 却在途中遇到加满人首领萨利亚被幼王抓住 忘了他可以 由你来换 我来换 师徒二人默契配合巧识妙计救出萨利亚 但方海誓还是因保护师父而受了重伤 而为了救方海誓 萨利亚甚至拿出加满皇族仅有的一瓶质宝圣药 在服用圣药后方海誓终于醒了过来 他看到了坐在床边的师父充满感激 于是终于鼓起勇气向师父表白 方建民听了心中意满 方海誓摸着师父额头的皱纹 他伸感歉就不该让师父担心 以后不许这么糊涂 我也是没有教你以名换命 方建民却因方海誓觉得要不 竟特地跑到去市场为他买糖 看着师父方海誓欢喜极了 师父给我买的这个糖 我觉得比桂花糖还要好吃 方珠看着他心中满是宠蜜 当下便为他买的披风给他披上 生怕他着凉 方海誓看着师父不禁笑了起来 觉得自己真是傻瓜 师父根本没有他看上去那么聪明 他方建民一个两军阵前毫不退缩的人 而如今面对自己的爱人方海誓 却难以开口表白 直到夜幕降临 他看着闪烁着双喜的红蜡烛 满是喜悦那是他准备给师父的礼物 看着师父每天的辛苦忙碌 屋内却灯光昏暗 他希望这两盏灯能照亮他 不再让他上眼睛 方珠看着他的用心忍不住笑保 红烛可不是这样用的 是用在喜庆场合的 师父寸步不离地守在方海誓身边 方海誓心里充满了温暖和满足 梅子竟然胆敢模仿皇帝的笔记批阅奏折 然而因他的模仿时间太短 过多的笔记会露出马脚 所以只敢写上狗批二字 相反帝序却并不在意 他因习惯提兰不画笔子 现在竟然让他为自己念奏折 这种新鲜的感觉让他感到有趣 帝序看着提兰的睡相 突然来了兴致 帝序趁机在提兰的脸庞上 画了三只小猫胡须 鼻子上还特意加了一点更香 看着提兰睡眼轻松的样子 他忍不住笑出声 这样的笑声他已经很久没有发出 深宫之中他总是背负着沉重的帝王之责 而此刻的轻松会愉悦让他感到难得的舒心 此时穆德庆端来一杯茶 地续悄悄地喊他过来 直到穆德庆走到玉安宫 才轻轻地唤醒提兰 婢女们看到提兰的脸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提兰此时也觉得有些怪异 直到他摸到脸上的笔墨很近 是舒荣飞得了造化了 陛下许久未有如此开怀了 原本以为一男一女灵灯嬷嬷嬷会补出一桩美事 没想到却做了得花两回 而方海誓这边也因为击败左扶敦王 结盟加满驳回兰兹成 建立功勋得到地续的封赏 被任命为从三品明辉将军 然而方海誓却谦虚地表示 鸡费不顾左勿并非他一人之力 官从三品龙恩太重他不敢受 地续却认为方海誓胆识过人 于是给他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 方海誓只好应成下来 师父 而回到招民宫的方海誓 主动伸出手请师父责法 他一字不落地背诵着师父的教诲 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到生活细节的指导 还有呢 从三品已经是重臣 再卖两部就可以不正封疆 但方海誓毕竟是女儿身 爬得太快犹如置身刀山 然而他并不后悔 因为他想要的并不仅仅是家官进爵 更是能跟师父肩并肩站在一起的机会 有朝一日他希望能跟师父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一天他已经等了太久了 方海誓每回答一个问题 向师父前套一步 师父却后退一步 最后的最后 方海誓终于大胆表白自己的心 我此番远道而来 心心念念的想见一个人 师父 这次表白却把方建民吓得落荒而逃 方建民的心彻底乱了 他甚至梦到自己和方海誓身穿大婚礼服的情景 他拼命的在后面追着 但却怎么也追不上 安子眼中的女神突然复活 令他心潮澎湃 然而下一秒他理智突然恢复怒火中烧 瞬间砸翻屏风 并掐住提兰的脖子 毕旭猛地将提兰推倒在床上 愤怒的责问 他不是想通过扮演子三来换取好处吗 那就成全他 提兰挣扎着呼喊着阿絮的名字 毕旭听到阿絮二字想到子三更加愤怒 毕旭的情绪已经完全适合 他疯狂地撕扯着提兰的衣服 而提兰这次却没有反抗 只是眼角留下悲伤的泪众 他不明白为什么子三能够得到地区的万般宠爱 而他与子三一样美丽却得不到他的心 原来提兰扮演子三的目的并非单纯为取悦地区 原因竟是他的母国助典部使臣前来大争 声称助典遭受天灾需要大争的帮助 明明是个小小的部族 却一而再再而三的狮子大开口 要走的物资足够养活两个助典部 这让地区非常不满 而助典使臣却在提兰面前表现得十分可理 请求他向地区求情 穆德庆向地区禀报了提兰的情况 助典使臣走后他的双眼通红显然哭过 地区愤怒地表示这帮无赖 竟然把主意打在一个女子身上 树荣飞虽生养在助典 莫非还卖给了他们不成 但提兰却愚蠢地扮演子三去求情 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次日穆德庆端来一碗粮药让提兰服下 他解释是地区没有嫡出之子 照规矩提兰的孩子不能留 提兰毫不犹豫地一口喝下 随后地区又说出更刺痛他心动 你有自知之明 这样很好 紧接着在朝堂上地区下旨给重银物资 黄金万两粮食五万 但不疲两万匹 紧接着提兰的肚子疼痛难忍 婢女想请一左看看却被提兰拒绝 而后提兰因身心疲惫 甚至没有精力咬兔子 她随即安排婢女把兔子送去林警司 路上好巧不巧遇见地区当即命令 穆德庆宣提兰今晚来金城公办假 什么时辰了 直到晚上提兰也没出息 此时婢女匆匆来抱殊荣妃感染风寒 恐怕会传给病 必须震怒她倒要看看提兰究竟病情如何 必须脚步匆匆的来到御安宫 只见提兰虽然面色苍白 但依然挣扎着起身心 没死 既然能爬 朕的旨意 就照不了你了 看到这一幕 提兰心中的怒火更深 她愤怒地下令让提兰去宫外 跪两个时辰以示成 婢女健壮心中焦急连忙 跪在地区面前哀求 树荣妃已经不堪折磨 宁若在这样折腾她 今日不死明日也死 但提兰却甘心领醉 她挣扎着想要起身 却突然晕倒 快 快身御医 一左连忙上前折磨 并向地区提兰是每日服用良药 体质与药物相充 导致身子寒凉脚肠 瓜腹疼痛难 若是再这样下去恐怕不堪设想 地区看着昏迷中的提兰莫名的心痛 她命令一左全力救治提兰 不久之后提兰醒来 回想起了地区之前所有的冷漠和残忍 眼前端来的药水却再也不想喝下去 女孩长得好看却每天女扮男装 而如今为了自己心心念念的男人 方海士终于穿上女装站在男人面前 方建民看着眼前的女人 眼中闪烁着惊艳的光芒 心裁的衣裳好看 真的吗 只是以后少穿 免得自无 在随后的宴会上 方海士的目光始终离不开师傅方建民 他的眼里满满的醋意 同僚询问方海士为何不吃 方海士心中醋意大发喃喃自语 袖色可餐 看都看饱了 原来方建民的眼光一直围着五姬转 于是特意派人传信提醒他 螃蟹可以多吃 五姬不许多看 然而正当两人的关系逐渐升温时 一场意外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街上顾城市阻拦了方建民的轿子 他控告方建民厮杀朝廷重臣 甚至还当街服毒自尽 身边的小孩也中毒倒下 方建民立马令人将孩子带回昭明宫医治 却在途中被那小孩背后捅了一刀 小孩也随即中毒身亡 公元 小孩子被利用 中了一味毒 他随即安排人安葬孩子 随后停为少卿宗医前来求见方建民 却意外遇到了方海士 他焦急地询问师父朝中是否出了什么事 方建民为了不让方海士担心 声称事情并不严重 然而方建民在白天看似无恙 夜里却突然吐息 这次的刀伤触及了就换 虽然开了几副药 但长辞以往恐怕年次不长 方珠心想起娇人对他说的话 海士是你的心上人 那日方海士被杀手拉入海中 方建民毫不犹豫地跳海相救 这时娇人出现 探出方海士是方珠的心上人 便默默地祝福他们 然而自开朝以来 流伤方氏的家主都未能善终 方建民身在暗卫营身上 背负着那么多血债 他不敢奢求这一事 能护方海士平安周全 因此当方海士向他表白时 他选择了拒绝 尽管方海士坚持要留在都中 协助方建民 证明师父的清白 可师父还是让他明日回黄泉关 方海士质问师父 为何之前千里迢迢奔袭 蓝资成相救 不顾男女之房给他喂药 他喜欢吃桂花糖 就不远万里送来 四香就陪他回去 还跳海救他 方海士回想起师父 在蓝资成救下他是 亲吻他的一幕 他坚信师父心里有他 那为何又要推远他呢 他决意不再掩饰自己的感情 我想跟你在一起 直接上前亲了方建民 在他唇出到师父的脸颊的一瞬间 他充满了他对师父的敬仰和爱意 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 方建民却瞬间将他推开 对不起 方海士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 他以为他们已经走得很近 妃子每次事情后都要喝下皇帝端来的婢子了 然而这要与他的体质并不相容 最终导致身子寒凉脚长 瓜腹疼痛难忍 尽管如此皇帝仍然坚持每月要他事情 哪怕只是一天没去也要看看 他是不是故意装直到有一日提兰在帝旭面前昏倒 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过分 于是命令依所全力救治提兰 而后帝旭向穆德庆询问提兰的病情 穆德庆回禀 提兰每日去清泉宫泡汤吃 好像比之前有所好转 帝旭印象中他这病有一阵子 如今也只是稍好一些 这病真的如此难以医治吗 帝旭生气提兰的性格太过倔强 良药一晚晚灌下去 病得半死不活也不吭声 活该受这样的折磨 这晚上把他也叫什么 沈的传出去说正刻薄了他 随后圣旨就到了玉安宫 此时方海氏正在宫中当差 恰巧遇到帝旭和提兰 而提兰则向他微笑指 帝旭看到这一幕心中不禁泛起醋意 他不明白为何提兰对他总是软弱冰霜 而对方海氏却如此热情 故意牵着提兰的手走过去 宴会上帝旭声称酒能屈寒 疯狂地让提兰喝酒 直到帝旭见提兰喝得太多才出眼睛 此时提兰喝了很多酒感到恶心想吐 他向帝旭请示去更衣适赔以后 磕多的提兰响吐又有些走不稳 亮腔的摔倒 好巧不巧遇到方海氏及时出现扶住了他 你就是在此处更衣吗 可这一幕正好被帝旭看在眼里 他粗意大发抱起提兰就回到京城宫 可就在他即将强迫提兰的时候 你不能这样 子孙阿杰看着呢 一次三番地将子孙拉出来当法子 你当真以为你是他的血亲 真就不敢杀你了 提兰再也忍不住心中的呛 此同时电闪雷鸣 帝旭被吓住了 当真以为子孙显灵 他看着子孙的画像 痛苦地表示上天对他就公平了 永世所爱他也很痛苦 此生他没做过坏事 可老天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与弊他也气不成声 提兰认为这就是命 镜花水月从来难晚 就像他出生就犹如浮平震 风吹雨打 心头过不去的时候咬咬牙就过去了 提兰抱着痛苦的帝旭反倒是安慰起他来 你不要自哭啊 方海氏一直担心提兰 他在京城宫外等待 此时大宇庞陀木德庆女方海氏交谈时 木德庆 陛下 树荣飞身体有药 快申御医 而提兰身上都是血迹 方海氏一眼便看出他患的是崩漏之症 御医上前为他诊脉 其实之前只要提兰按他开的药方服药 应该会慢慢恢复 可树荣飞这脉相却像是未曾服药 地序见壮大为震怒质问提兰为何不遵医 提兰自知地序见他伤怀 这样的话对彼此都好 方海氏一直知道自己身上有娇人的血液 或许可以救提兰一面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割过手腕 用自己的血制作出了救命药 最终看着提兰稳定下来 必须问方海氏一个问题 如果你身边有个很好的人 但他每每出现在你面前 都会令他想到最不好的过去 提醒他永世所爱 提醒他只不过是一句行尸走肉 有时候想对那个人好 想对他笑 可有时候又忍不住想伤害 想让他跟你一样痛苦 这样的他该如何自主 方海氏坦言 他会对他很好很宽和 与他决暗齐眉相近如宾 像对失去的爱人一样好 痛失所爱已是最大的不幸 上天眷顾又给了一个这么好的人 说明你的心已经因为他活过来 那为何不带他好一些呢 帝续来玉安宫 想要关心提兰 然而提兰却因为过去的伤害 而害怕地躲开了他 别怕 朕日后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对你了 并邀请他去双平湖游玩 在双平湖边提兰看到了 湖面上漂浮的邪落 心中涌起一股喜悦 然而命运却再次捉弄了 这对苦命的恋人 御医在给提兰把脉后 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受到严重的损伤 恐怕再也无法生育 帝续听到这个消息后心如刀脚 而提兰却反过来安慰他 提兰觉得倘若今后真的不能生育 那也是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福分 帝续听了特别心疼 发誓一定会治好提兰 男人为了跟公主结婚而放弃 他心心念念的女人 而他最爱的女人 在男人婚礼这天选择 再次背景影响 然而就在喜宴之上 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悄然展开 就有痛 下一秒帝续突然中毒倒下 帝继立刻展现出 他的真面目挟持了方珠 你们这是谋逆 这些为何 他声称帝续已经喝下毒酒 无力回天 痛斥其为暴虐无道的婚具 此时苏明出现为这一切揭开序幕 他表示并非叛逃 而是受到方建明的陷害 不得不离开大战 他揭露了帝续和方建明 一直在排除一起的队心 今日他联手公主 只在颠覆皇室拥立一位农军 此时北斧军 以包围帝继府局势瞬间紧张 可是方建明却不动声色 而选择背景离乡的女人 却没有厉害 在这关键时刻 方海市挺身而出 就下方建明 随着苏明等人的身份彻底暴露 帝续却奇迹般的苏醒过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精心设计的局 目的就是为了引出敌手背后之人 紧接着帝继的侍卫张英年 启动机关 瞬间有弓箭射来 而方建明眼疾手快保护方海市 帝继和张英年在混乱中趁机逃跑 但最终仍被方海市索起 方建明逼问伟帝继为何 跟苏明联手刺杀帝续 说出背后指使人 可以保你性命 并揭露了他的真实身份 是凡羊郡王庶女聂若林 跟燕灵帝继是表姐妹 怪不得相貌如此之间 而这身份早就遭到皇上的质疑 帝继的查意虽然在宫中赫赫有名 但在与方建明斗茶时却显身术 这引起了方建明的怀疑 因此他与帝续联手 设下这场计策成功拧出苏明 与此同时方海市和周佑杜在回仙楼喝酒 而方珠则一直等在门外 接醉酒的方海市回家 他抱着方海市回到昭明宫 迷糊中方海市又表白想跟方珠在一起 误以为方珠不喜欢他 我怎么会不喜欢 没人知道 我有多真爱 然而方珠回房他却发现自己已经中毒 再也撑不住晕倒 方珠整整睡了三日 得知自己睡了三日赶紧询问情况 方海市安慰师父让师父不要担心 过去的几天里 隐藏在天启城的暗线和戏座 已被成功审讯并处理 帝续更是借此机会洗白方建明 并恢复名誉关护原理 男人带着心爱的小妾来温泉泡汤池 陛下 然而这宁静被突如其来的刺客打破 下一秒他自水中冒出目标直指帝续 在刺客的突然袭击下 肩膀还是受了伤 与此同时方珠随即吐血心之不妙 护驾 正当方卓因与刺客展开激战之时 刺客却突然唤他一声夺寒尔萨随后消失 最终地血还是晕了过去 护驾回宫 然后方卓因向师父汇报刺客的身份是赵峰师 方珠听后大惊 他原以为这样的奇才早已绝技 没想到竟在狐库重现 之前方珠曾派暗卫监视长王府 如今暗卫回报 曾有一位与画像上刺客极为相似的人出现在长王府 如果此事跟技场有关 那背后肯定还有更大的阴谋 原来就在此前电闪雷鸣的夜晚地旭来玉安宫陪伴提兰 提兰终于鼓起勇气在地旭面前提起子簪 而地旭也终于放下对子簪的执念不再迁怒于提兰 他随即向提兰讲述子簪的胆大之事 而提兰则以柔情开导他 子簪姐姐最怕地旭难过 他希望地旭这辈子都快快乐乐的 还有什么别的愿望吗 我希望 地旭深受感动 最终他决定将子簪的画像和卦室收起来 从此将他放在心底好好对待提兰 于是他提议提兰一同前往温泉泡汤吃 周又渡请止进宫来找方珠 我喜欢海誓 这话似乎不应该跟我说 只是这话他不能对方海誓说 因为他知道方海誓的心中只有方珠 他曾以为方珠对方海誓无情无心 直到那晚看到方珠因为担心方海誓而拖着中毒受伤的身体 在雨中强撑一整晚只为接方海誓回来 他改变了看法 既然有情 为何不愿给海誓幸福 你觉得一个受数不长 随时会隐蔽的人 可以带给别人幸福吗 周又渡认为方海誓想要的是能跟相爱的人在一起 哪怕只有一日也是幸福的 因此他决定放弃追求方海誓 只希望他能每天开心快乐 方珠在深思熟虑后 决定认真面对自己对方海誓的心意 他当即将颁纸交还到方海誓手上 方海誓激动地抱住师父 他知道师父每次让他离开都是担心他安危 而他想要留在师父身边 而方珠也在犹豫中抱住方海誓二人相拥在一起 提栏去泡汤泉时 必须看到方海誓望着汤池的位置心中粗意大法 开始阴阳怪气起来 方海誓因此惨被师父罚贵铺团 方珠批评他眼睛不懂事 方海誓却故意调戏师父 那小手不时地在师父腿上挠着 搞得方珠心慌意乱 陈 方海誓参见陛下 陛下 陈 陈 已经闻到糕点的香味了 这个方建明也太大胆了 其实并不是师父告诉方海誓的 而是那天陛下遇词 方海誓意外窥见了帝旭与师父的暗号 那一刻他猜想陛下或许并未如外界传闻般身受重伤 方海誓 你是属老鼠的吗 怎么眼睛比谁都减 说吧 这回 又要提什么要求 方海誓急忙说不敢 帝旭问方海誓你哪回来不是带着诸多要求 然而奇怪的是帝旭对方海誓要求竟还一一准许 此次方海誓是想请陛下开恩 恩准方卓英语句点一的婚事 罢了 朕也该从昏迷中清醒过来了 这便下旨 只婚方卓英和哲流 可没想到方海誓满心欢喜的陪方卓英来到林景司 却发现哲流已经服下毒药静静地躺在那里 方卓英心如刀脚他紧紧抱起哲流 那封圣旨从桌子上滑落却失去了原有的意 回想起上元节的那一夜 方卓英瞥见哲流的那一刻 只一眼他就深深爱上这个女孩 此后他时常偷偷为哲流送去鲜花 甚至哲流供奉给风神大人的哲流 方卓英偷吃掉 紧接着方卓英送给哲流的兔子手链女子都照单全身 却以为真的是风神显然啊 为了逗哲流开心 方卓英在林景司的院子里放飞萤火 他总是在屋顶上静悄悄地关注着这边 于是下定决心任务结束后要与哲流相见 是你吗 风神大人 哲流看到满院的萤火铮满而欢喜地骚气 祈求风神大人的降临 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居点一回到林景司时 公共前来声称是地序口译 赏赐林景司上下一人一碗新人茶 这流劝居点一还是喝一杯 而他自己在小口品尝后 听到门外有人找遍出去询问 从而躲过了一劫 但当他回到林景司时 却发现林景司的人全都中毒倒下 可当方卓英完成任务回来 在遇见这流时 他已经双目失明再也看不见 方卓英发誓以后会做这流的勇气 一身护他周全 然而这一切却被方卓英的绅士所打破 原来他是狐库王跟红耀地基的诺子 只要他返回皇宫就能继承王位 但朝中有人与他的亲兄长伯洛勾结 想要揭露方卓英的身体 借助地序之力除掉他 方朱劝方卓英去投奔叔父 但是方卓英舍不得这流宁死也不去 然而当方卓英五星不定 怕是没有活路的时候 方朱替他做了艰难的决定 方朱表示这流不得不死 否则方卓英永远有弱点 这流明白自己要怎么做 他接过方朱递来的毒药 同房花竹叶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 这对苦命恋人终于走到了一起 方建明小心翼翼地揭开新娘的头沙 眼看着头上的发簪被逐一取下 他的手也自然而然地解开新娘的衣口 然而新娘方海氏却显得紧张又恐惧 害怕 方建明也终于脱下婚服 准备进行下一步的亲密 眼神交汇两情前卷 方建明深情地稳了下去 然而下一秒他却突然感觉身子不适 顿时意识到地序可能有生命危险 怎么了 他迅速将方海氏迷晕 然后急匆匆地赶出门外 但刚踏出院子就大口呼吸 原来方建明中毒了 他之所以中毒是因为地序喝下了毒药 而这毒药却是婢女碧红下的 只因流伤方式自立朝以来都会与皇帝结为百息 意味着皇帝的所有伤痛都会由他们承受 此刻地序还在宫中品尝着被碧红下毒的生汤 怎么了 这汤有点烫 而碧红却不解地序为何安然无恙 地序两人还在拟我浓情一年年 突然方朱跌跌撞撞闯了进来 立刻打翻提栏手中的生汤 地序立即传唤于一位方朱诊治 同时检查剩余的生汤 如何 青海公所种之毒 是来自助免的卫生花毒 地序决心倾全国之力来救治方朱 但方朱却坚决拒绝 他深知中毒的消息一旦传出 朝中必将发生变故 同时他向地序求情 希望他不要因为自己的事情而迁怒提案 他认为此事必有内情 而现在敌在暗他们在明 李御医告诉方朱 常人喝下这种毒 恐怕三日就会会命丧皇权 但方朱作为武者 功力可以压制毒素 或许还能撑一个月 方朱心灰意冷回到昭明宫 凝视着熟睡的方海市 心中充满了悲痛 他原想让方海市以后的生活过得更好一些 但他的努力终究还是做不到 为什么要下毒 提兰对此一无所知 之前曾有人以弟弟索兰性灵要挟他 但他决定不按照对方的要求行事 就能逼他出来见面知道是谁后在做打算 此时碧红终于坦白 他正是下毒之人与舒荣飞无关 他自知对不住舒荣飞 可索兰世子于他有恩 他不能让索兰世子有事 他请求帝旭不要为难提兰 然后一头撞死 然而提兰却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帝旭急忙宣来于一位提兰把满 恭喜陛下 舒荣飞有喜了 谁也没想到原本不能怀孕的提兰 竟然有了身孕 帝旭喜忧参半 他想到即将失去方建明这个兄弟 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但愿他可以保住提兰和他们的孩子 于是下旨今晚在玉安宫发生的一切保密 否则株连九族 同时将提兰软禁在玉安宫以确保他的安全 因方建明的生命已危在旦夕 他必须为自己的爱人安排好身后事 你快告诉我这都是假的 你快告诉我这都是假的 到底是不是假的 但方珠却一言未发 方海誓却坚决地表示这是他的人生 即使是方建明也不能将他送给皇帝 话必他拔下簪子想要自尽 方建明情急之下用手去挡 结果簪子却刺穿了方珠的手掌 方海誓泪流满面心如死灰的瘫坐在地上 原来就在此前方建明中毒后 方建明最后为方海誓熬制鱼片粥 并亲自为他吃下 方海誓还以为昨夜两人未能完成夫妻之礼 是因为他过于疲倦而先睡去 并不知晓是方珠中毒 并故意打晕他着实令人心疼 我今日一定不睡着了 方建明带着方海誓来到冬裕马场 并告诉他这是他最后一次男装出门 今后他要以女装试人 而方海誓终于可以成为方建明的妻子激动不已 方建明将一枚扳纸项链戴在他身上 叮嘱他要时刻戴着 而在冬裕马场帝旭为祭场庆祝生辰 方珠却故意涉落方海誓的头三 当他的长发批散下来 众人才惊觉方海誓是女子 帝旭走到方海誓面前 看到他胸前的班纸 认出这是方珠的珍贵事物 顿时明白方建明有多么在意方海誓 祭场趁机发难 指责方海誓女扮男装 而方珠犯了欺君之罪 请求帝旭彻查季风馆 其他大臣也纷纷煽风点舞 帝旭立即表示方海誓 是他安排在季风馆 随即带方海誓回宫 方建明向帝旭请罪 帝旭责怪他们而不报 又将这个烫手的山芋交给他处 说吧 此事你想如何收场 方珠认为自己在朝野内外树地众多 如今命悬一线 为了保护海誓免受牵连和清算 他必须做好安排 方海誓性格刚烈 不愿屈服于人 他担心自己离开后 没有帝旭的庇护肯定心里能 你这是在跟着托付身后事吗 帝旭称李渝一直在为他着几楼 方建明对方海誓的情感深厚 如同帝旭对子三的真爱 他原本打算跟方海誓过几年幸福的生活 可是现在真的没时间了 他死前最后的愿望就是 方海誓好好地活着 虽说这是很苦 但总会熬过去的 你如此伤害 他会恨你一辈子 他的离去也许能让他忘记所有的痛 建明 朕不准你这么说 如果陛下爱惜臣 请陛下成全着 待臣死后 就像待臣一样对待害事 方建明将方海誓托付给帝旭 恳请帝旭保方海誓周全 帝旭答应了方建明的请求 方建明也终于见到了方海誓 方建明声称方海誓女扮男装 本是欺君之罪 但帝旭却愿意保全他 既可以平息众目 又可以让方海誓待在帝旭身边 保护他可谓两全其美 然而方海誓却无法接受这样的安排 女子会见直逼皇帝的咽喉 他眼中充满了决绝 起因竟是他深爱的男子 竟将他作为礼物献给帝旺 方海誓宁愿一死也不愿屈服 他跪倒在帝旭脚边 恳求他赐他一死 赐你一死 那倒痛快 然而帝旭却告诉方海誓 他已经死不成了 那个他曾倾心相爱的方建明 已经将他交给帝旭 方海誓愤怒地质问 为何方建明可以决断他的生死 帝旭告诉方海誓 他的生死全由他一人主宰 今日袭击他可以既往无救 但他若在胆大妄为 便是方建明管教无方 他便杀了方建明 方海誓悲愤中咬了帝旭的胳膊 然而痛楚却在方朱的身上显现 原来方建明命在旦夕 他在临终前将自己最爱的女人 方海誓托付给帝旭 希望他能保护他 然而命运无情地捉弄 让他们三人同遭煎熬 帝旭这个接盘侠 接了只到手的鸭子 竟不敢轻易尝鲜 方海誓被赋于床榻之上 无类自容 而方建明则在婚房内彻夜难眠 看着那张喜铁心中满腹哀愁 传照礼部 策封方海誓为纯容飞 次日一早地序颁布圣旨 方建明早早进宫 线上满湖珍珠以 庆贺地序奈飞之喜 方海誓在汤池中沐浴时 却有了轻声的念头 他躺在水中再也不想起来 手上的骄人印记再次显现 婢女看见方海誓 飘浮在水上大声尖叫 在外面的方建明闻言 跑得比兔子都快飞奔至池边 将方海誓从水中抱起 郑主 扶我起来 方海誓凝视着方建明 脸上的心上心如刀脚 立刻追问伤情 然而方珠这个沉默的男人 却没有回答 方海誓揪着方建明的衣角 暗自嘲讽自己 真可笑 他决定的是 却不会被任何人转换 你又凭什么认为 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样 咬一口 悲愤中方海誓一口咬向地序的臂 而被咬过的痕迹 却出现在方建明的胳膊上 地序告诉方海誓 他自从成为帝王后 再也不会感到疼痛 再也会违绝 只因为国朝建立之初 方氏阴血流出 每一位青海公 都会成为帝王家的百姓 意思就是帝王的痛楚 都由对方承受 因此没有一任 青海公能安向天年 你是在撒谎吧 他不是你最亲近的人吗 地序痛苦地表示 当年以王之乱方氏 敌传血脉 只剩下方建明 而地序是唯一可以登大套 方建明为了守住 地序守住大争 自愿成为地序的百姓 方海誓得知这个秘密难以解释 难怪方朱的身子耗损得如此 必须直接询问方海誓 是否还在虎孩院护着方朱 那么他现在有一件事必须要做 只一位紫辰殿上 大臣们逼地徐清君策 方海誓女扮男装士 欺君之罪理应 延程方建明 最后方海誓来到紫辰殿 他声称自己幼时 曾遇龙尾神是祥瑞之事 而后被分为胡朱夫人 也是顺其自然 方朱也可以为他证明 他幼时确实遇到了龙尾神 并出示了龙尾神 送给他的娇珠给大臣们看 祭场干脆暗示大臣们反对 目的想质疑娇珠的真实性 以此为给方海誓脱罪而故作逢先 方海誓随即令人拿来一碗清水 只见手心沾水立刻献出娇人应急 一转眼娇珠吸附而起 这让大臣们目瞪口呆哑口无言 而后方海誓却恳请地序解开 跟方朱的百姓 他相信地序对待方建明如同之友 一定会愿意放他自由 地序叹息他用尽各种办法 却都徒劳无功 百姓的解开需要方朱自己的意愿 否则无人能解释 其先是建明不愿意 可后来是他来不及 方海誓心如刀脚 他立刻前往昭明宫 要求方朱亲口告诉他是否真的是地序的百姓 我是陛下的百姓 可曾有过一丝一毫的动摇 可曾有过要恢复自由 成家立业的念头 有 只是每到重要关头 方朱仍然选择守护陛下和大臣 这让方海誓倍感委屈 那我问你 我被你割舍 换来的是什么 他愤怒地质问方朱为何到了今日 还是什么都不肯告诉他 记得小时候方朱让他自己做决定 选择做男孩还是女孩 为何这一次却不让他自己做决定 从此以后 我与你再无任何瓜葛 方海誓愤然离开 随后有人匆忙告诉地序方海誓出事 方朱一听之下心急如焚 想也没想就跑去奉无功 看到方海誓受伤流血不止 他毫不犹豫 直接抱起他回到昭明宫并亲自为他包扎伤口 方朱明白方海誓此举是想找寻解开百戏的办法 于是劝方海誓以后不要再找 因为百戏最重要的是 血只有流伤方式血统的人才能解开百戏 方朱身子不好这么一折腾耗损更大 当回到昭明宫就吐血晕倒 女人被自己心爱的男人送往皇宫成为皇帝的妃子 原因竟是男人身重剧毒 生命垂危女人却病毒之情 然而这日方海誓带副使去探望波南那些大人 突然副使御行刺方海誓 下一秒方剑民出现就下方海誓 只不过这次却不幸受伤 师父 有我在 不会让人伤到你的 李渔一为方朱诊治 方海誓这才得知方朱中毒的秘密 而后方朱向帝旭汇报副使死在昭明宫中 消息一旦传出去 倪华罗定会大作文章发兵讨伐 眼下方剑民危在旦夕 帝旭想让方海誓前往越州寻找王怀 但直到此时方剑民也不愿让方海誓涉解 但帝旭对此十分不满 方朱尽为了维护方海誓不惜一切代价 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性命 其实方朱只是不希望方海誓做另外一个自己 因为当方剑民的痛苦 只有陈心里最清楚 只是希望心爱之人 李平凡幸福 唯独他的事 陈希望可以自私一点 方海誓却是一直躲在暗处 他全程听到方剑民的心里划心如刀剪 他原以为自己是被舍弃的那一人 却没想到方剑民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 也不愿舍弃他 就算被方海誓误解 被方海誓恨也要自己扛着 方海誓问帝旭 是不是龙尾神狼环可以解方剑民的补 帝旭虽不确定 但只要有希望他愿意尝试 于是方海誓决定前往越州寻找狼环 希望他可以救回方剑民 临走前他去看望方剑民 他决定这次要为他做些什么 因为自己的幸福只有他 离开前方海誓还偷亲了方朱 在越州的海上方海誓手中印记亮起 他终于见到狼环 狼环也看到方海誓的爱和决心 本王 让你们杀了方海誓 接回龙尾神 你们让龙尾神和方海誓 方剑民一起跌落悬崖 记场得知方海誓和方朱生死 未够消息或震灵过去 然而他的属下却告诉他们 从那样高度跌落下去必死 可是就在记场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之时 方剑民却奇迹般的安然无恙地出现 而此时的方海誓已经化身为无珠夫人 他身着华丽礼服霸气地 走进了众人的视线 并成功地将龙尾神安全带回宫里 下一秒他手心沾水后瞬间发出光芒 而后转身走到水晶钢前手掌与钢体结合 教人龙尾神立马在钢里运动起来 众人纷纷下跪参拜 续为龙尾神准备特制的汤匙注满了海誓 狼环表示愿意帮助方剑民紧 而方剑民则担心龙尾神长途跋涉劳累过于 建议他先修养恢复体力 此后方剑民为了感谢海誓为他请来救命的龙尾神 立刻传话让方海誓独自前往昭明宫 并解释此前将方海誓送进宫 只因为担心死后技场会伤害方海誓 随后激动地拉起方海誓的手 我想跟你一起走 必须已经答应跟他解开白希与他情自离仇 我只想问你 可否让我同行 无论你去哪里做什么 我都希望可以陪在你身边 方海誓问师父为何要陪在他身边 这一次方剑民大胆地向方海誓表白 接下来大家都应该猜到 因为我爱你 方剑民扑倒在方海誓怀里亲吻十分甜蜜 他们立马开始白手向装生儿育女的行动 不久之后方剑民前来找龙伟神解读 可在喝下龙伟神的血液后 他却突然口吐鲜血 隔天大街上便贴出方剑民因公殉职的复告 朝堂上下一片哀悼之声 然而这却是地序精心策划的一场戏 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让方剑民退出朝政 让方海誓得以安享生活 随后方海誓借着送龙伟神回海的民意风光出宫 然后与方剑民安身世外桃源 两人在那里过上没羞没臊的甜蜜生 然而好景不长 他们很快就收到了宫里的男性 妃子提兰即将分娩 却意外遭遇了叛军的围攻 地序在危急时刻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决心保护他的妻子和未出世的孩子 他直接孤身挑战叛军直至生命垂危 直到婴儿的啼哭声划破天际 而地序当即被冲上来的叛军刺穿身体 提兰心如刀脚他破门而出 看到的只是地序重伤倒地 他紧紧抱住地序无助的泪水滑落他的脸颊 却无力回天 眼看着地序在生命的最后一颗意识已经模糊不清 他却挣扎着想要摸一摸自己的孩子却未能如愿 而这一切的幕后黑手竟然是提兰的弟弟索兰 他甚至利用提兰的善良和信任 最终骗取了他的护身符龙尾神 野心勃勃的索兰带着龙尾神剑汤前字 并以此为借口煽动叛军发动攻击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扶持提兰的孩子登上王位 让提兰成为摄政太后 从而掌控整个大争王朝 然而汤前字一直钟情于提兰 他看到提兰受苦心如刀脚 决定孤注一掷帮助索兰攻打天启城 但索兰的野心并未止步于此 他甚至在提兰面前坦白自己的全部计划 包括那些叛军也是他安排的 他企图利用提兰的善良和母爱 让他成为他实现野心的工具 但提兰却义无反顾地拒绝了他 他痛骂索兰狠毒表示绝不会让他如愿 好在这时蒂旭赶来救走提兰 却在回宫的路上被叛军拦住 而提兰却受刺激腹痛男人要提前生产 蒂旭却被叛军团团包围 危机时刻蒂旭孤身挑战叛军 可索兰趁机偷袭蒂旭 最后提兰不顾一切为蒂旭挡下了这一刀 提兰也终于为了自己的心爱之人 死在了弟弟的刀下 提兰 没有安心 提兰却不渡我 危机时刻方珠及时赶到一剑杀了索兰 他想要带弟婿回宫找李玉医治 但弟婿知道自己伤势严重回天法术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将大征的百姓和孩子托付给方珠 而李玉医为小皇子检查后发现 这小皇子早产弃星一行 先天不足实在难以生存 方珠无奈之下再次对小皇子实施了百姓 待方海士赶回来时 方珠告诉方海士岳州他们回不去了 小皇子刚刚出生朝政不稳 需要名正言顺的人辅佐 方海士答应要作为胡珠夫人留下来 你会死吗 也许会 也许不会 方珠疲惫的想要休息 让方海士记住叫醒他 却再也没有醒来 天想十六年八月新茅 大征顺武帝崩世 顺武皇帝身后改元为锦衡 长子为允尊奉武功纯荣妃王太后 同年十二月勿须葬顺武皇帝于毗邻 最后的最后唯一值得欣慰的是 有个好消息从方卓英那里传来 他和这留在一起了 新王多汉集结胡库左右二部 并接受其他部落归顺 汉州中归一统夺罕自封为伯拉哈 结盟书就已奉上